其實都是因為專心在運動方面 所以就成為了全職運動員 跟教練或是跟心理醫生聊天 或者聽一下歌 去可能玩一下遊戲去舒緩自己的壓力 最深刻的印象應該就是 八強的時候比賽 因為落後很多 那一刻都很奇怪的一個感覺就是 不要想了我們上前去打 都很成功的可以贏 都沒什麼想到輸贏 想上去打好每一劍盡力就可以了 其實教練也有一句很好的跟我說 其實比賽贏不是贏就是輸 可能你發揮得很好 對手會發揮得比你更好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用這個心態去迎接 自己會放鬆一點 下次會做得更加好 好像在做夢一樣 所以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自己覺得都是做回自己 大家都是不要放棄 努力去追尋自己的夢想也好 很多東西也好 不要放棄 總共一天你會成功的 未來的目標可能近一些 就是夏天的亞運會 希望可以獲得很好的成績 為香港 再之後可能是三年之後的奧運會 希望可以再一次獲得獎牌 其實見到自己的樣子在郵票上面 其實很開心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大家對我的一個肯定 未來我也會繼續努力去為香港 爭取更好的成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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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